我从来就没有输给过别人 那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还要抛弃 这种事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人都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我找什么原因啊 我有什么错 是那个王八蛋出轨了 我从小到大 从小学到工作 哪一点输过别人 大姐 天天拿这出来压老公 换谁谁不出轨 换我 我都出轨八回了 那因为你跟他是一路货色 我差点就忘了 你是怎么帮他颠倒是非的了 我帮他颠倒是非 你有没有搞错呀 我真觉得李莫是个好男人 我好心帮你们俩撮合 帮你们俩和好 你还不领情 我呸 我领你的情 你把一个人渣造成一个完美的男性 完美的男性 你这个心配就是助招为虐 你知不知道 男人离婚还换的是我们女人的错了 所有以女人强势为借口 在外面张花惹吵 寻求问世的男人都是脑种 脑种 我助招为虐 我是脑种 别人都是脑种 就你不是 就你正确 我看你这种顽固不化的女人 是吗 就该一辈子孤独终老 你说谁呢 我说你呢 你说我 你好意思说我 是你这种没有责任感 不给女人安全感的人 一辈子都没有女人 你跟你 你什么你 给我说出了吧 没工夫 我没工夫跟你在这儿浪费口舌 我待遇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温柔 好有男人肯要你 再见吧 别 别想地下吐 憋着 来 吐铜铃 不行吗 还惩呢 怎么了这是 吐红勢 吐红勢啊 慢点 许致 别跟我熬这儿了 去睡吧 你没睡啊 睡着了 我去给你弄杯牛奶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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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 我是她父亲 医院 哪个医院 好好好 好 我马上到 快 走 医院 咋了 医院 快快快快 快走吧 走会儿 叔叔 别担心 许致不会有事了 我牛儿从来不这么喝酒 到底怎么回事 许致 许致 她离婚了 离婚 我今天在歌廷唱歌 恰巧碰见她在那儿喝酒 才知道的 你看见她喝酒了 为什么不拦着她 我拦着了 她不听我的 而且还非要跟我拼酒 她喝了那么多 你还跟她拼酒 你怎么想呢 醒了一点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思 千方百计地唤唤我女儿 叔叔 你冷静点 我没想到她喝成这样 我就是想安慰她 醒了就安慰什么了 少了这当 我女儿离婚全是离害她 把那个人渣弄到网上 编倒是非博取同情 现在又把我女儿 害她住院开刀 你到底怎么想呢 我也不想想 姓雷达我告诉你啊 我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就是杀人犯 我做鬼我都不放过你 医院是好医院 大夫是好大夫 许致不会有事的 你们放心吧 别担心 别来 雷达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拿许致做文章 我绝不着你 现在就走 一分钟都不想见到你 马上走 快走 走 千天走走走走走 快走 我走行吗 你走走走走走 你走走 怎么了你啊 你怎么不进呀 爸怎么在啊 我爸在怎么了 这不是个很好的机会吗 消除尴尬 我明白了 知道你爸在这儿 你故意让我今天来的 是吧 你就为了我 跟我爸说句软话 能怎么了 好 行 你不进就是不在意 不在意我就是不在乎 不喜欢我 你根本就不在意我 行行行 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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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要拿什么 你要拿 毛伯子好算好的 你姐刚睡着 姐姐姐姐 叔叔 爸 那个毛床来了 叔叔 甚至今 姐姐 我来看看你 花真漂亮 谢谢啊 谢谢啊 放那儿 来 给你这儿 来 你醒了之后觉得这个豆腐疼吗 还好 你说你为了这么一个没良心的人 热腾自己 值不值得呀 昨天 爸跟你们 都累着了吧 我不累 刚才睡得挺香的 叔叔 您回去吧 我和葳葳在这儿挺好的 爸 王闯今天特意跟领导请了一天假 就是为了陪我照顾姐姐 总得给人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你先回去休息 这儿有薇薇 没事 好好照顾你姐 好了 爸 您慢走叔 早上好 早上好 你怎么来了 我是来看你的 薇薇 请她出去 听见没 我姐让你出去 走啊 你听我说 说什么呀 听你说什么呀 你别以为你送个花啊 就能弥补之前对我姐做的那些缺德事 走 我姐不要 费心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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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花 这花 这花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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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关门啊 这也不怕劲贼呀 喂 罗徐 这大白天怎么自个儿喝上 这让人生日活 他世纪有什么 出啥事了 就是 许致离婚了 现在躺在医院里头 这啥事我的事啊 这么大的事 你咋不跟我说呢 好歹我也帮你掺瓣掺瓣呀 我都没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 我这个错不尽得很失败 你怎么突然冒入这么一局 繁殖弟弟 熊羊每天迎着朝霞飞至海上 捕捉鱼下 在飞鱼掠出海面的一刹那 现一般地普通过去 准确无误地将飞鱼雕著 定处存于它虎虎的后囊之中 晚霞让红海边的时候 熊尖鸟满载而归 嘴对嘴地把所有的食物 围进他们小宝贝的嘴里 待幼鸟吃饱之后 熊鸟再把所剩的食物 与此鸟共享 你不能走 我刚断完手术了 你就这么扔下我了吗 你翻了也翻得太快了 孩子都大了 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不行 不认识 你这是骗子 我就是个骗子 但是从现在开始 咱俩什么关系都没过 你让开 我 我 你让我叫去跟黄八带 快起来 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看我能帮你什么 可以出海的课题组 你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轻帅了 你这个决定是不是太轻帅了 凑出这个决定 我也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鸟肋科研是我毕生的挚爱 也可以说我为死贡献了全部的精力 当然 这也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和荣誉 但是所长你也知道 我最近家里处理一些情务 我女儿需要我 老雪啊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家里的事情固然重要 但是不一定非要放弃自己的事业 这个项目是你的毕生夙愿 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放弃 我相信以后你一定会遗憾中生 您得甭劝我了 我主意已定 课题组现在可以离开我了 年轻人都上来了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请求 也是看到他们的进步 现在我应该回到家里去 我觉得我的女儿们更需要我 来 喝点热的吧 谢谢 你是雷达吗 不是不是 不好意思呢 我认错人了 好 我真是瞎了眼了 他还没有一个陌生人对我 我跟他好了一年多了 一开始我根本就不知道他结婚了 那你后来知道了 为什么没跟他断呢 因为他对我真的很好 他说他会跟他老婆离婚 现在婚离了 可是他说他不要孩子 让我把他老婆离婚了 他也给剁了 我怀疑他是不是又有别的女人了 可是他一个劲地说他没有 他绝对没有 可是现在我孩子都胆了 他就跟我提分手 我后悔 我真的很后悔 我怎么就遇上我这么个渣男 他怎么就不遭报应了 你不是拍电视的吗 那你能不能 那你能不能让他曝光 让所有人知道他到底有多窄 他到底有多坏 你个人离婚的事情 对集团业务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这是我们都是了不起的 但是我先声明啊 这件事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你是纯粹的受害者 但是人言可畏啊 现在这个社会 甭管你有多清白多无辜 也能被那些网民淹没在兔木星子里 肖总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现在 只想赶快恢复工作 尽我最大的能力 挽回对总部的损失 总部的意思是 毕竟 我们才进入中国 还是需要步步为营 稳杀稳打 但是现在刚开局 就出现了这样的事 要是以后再不注意的话 恐怕 肖总 有什么话 您就直说 总部 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总部的意思是 你现在的情况 不太适合立即回来工作 我建议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耳不出来 姐 出来吃点东西吧 姐 你工作没了 是你们公司没有福气 好不好 你别不开心了 有句话说得好 此处不留解 自有留解处 处处不留解 咱爸管你住 葳葳说得对 你一回就把自己 关在屋子里边 那容易憋坏了 要不你跟薇薇出去逛逛街 吃点好吃的吧 对 姐 咱俩出去逛逛街吧 姐 最近上了好几个好看的电影 咱们去看电影啊 我不想出去 我累了 这是我托人素 国外带回来的 保养心脏最好的药 你一定要按时 按说明书吃 妈 千万别累着 我吃了 我吃了 那比我闺女还得磨叽 那比我闺女还得磨叽 说吧 啥事这么干活 算了 还是不说 总之呢 我无心办了件错事 给别人添了很大的麻烦 德儿 我就问你一句 你心里后悔过也不去了 给别人赔不试 别人不接受 别人不接受 我送你两句话 第一句 亡羊补牢 为时未晚 这第二句 精诚所致 今世为开 我相信 只要你对人家诚心诚意 那早晚就得谅解你 来 你 那个人问题怎么样了 我现在 哪有心情想个人问题啊 过去的事情 心里有就行了 都过去了 往前看吧 老妈 等那天我有好事 我第一个想你回报 好 林沫 我真的觉得 你真的是个暖男 要我说呀 这女人 她就是没眼光 家里放着这么好的男人 她还不知足啊 我也能理解 要怪就怪我自己 太痴情了 李沫 你知道吗 一直一来我都觉得 我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钱 身边就缺你这么一个好男人 可惜不是每个人 都有你这种想法呀 我能有想法就够了 果然是你这个 冷鸡狗配的东西 你离婚才几天啊 你就在这儿约会 还是跟这么 你良心要狗吃呢你 小姑娘你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呢 你们别管我什么时候离的 那既然离了 你们就管不着我追求自己的幸福 你就是趁走 能不能管人呢 你干吗 你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打我了是吧 我跟许致从认识开始你就看了上 可你们家那些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哪一件我处理得不让你们满意了 你们有一个人 证实过我的辛苦和付出吗 你在外面乱搞 还是我们的不是啊 我们感情出现了问题 你重视过吗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了吗 他哪有个长辈的样啊 从我进你们许家门开始 但凡是全家人在一块的时候 你张嘴闭嘴就是你的鸟 好不容易不说鸟了 我就和你女儿一起一刹和他来说我 有意思吗 丙方 你说完我没有 没有 既然说了咱们就得说清楚了 就我说 许致一开始觉得我没本事 那就是一点苗头 可是你作为一家之长 主持不了公道 结果就是让我在许致面前 更抬不起头来 我跟许致能走到离婚这一步 那全都是被你给逼出来的 你看都不说话了 虽然我跟许致离婚了 但是我还是要送你一句忠告 有你这么不负责任的爸 你的女儿就是幸福不了 从今天开始 我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祝你们全家幸福 再见 妈 滚 滚 爸 妈 你没事吧 我道歉也道了 跪也跪了 你还想怎么 你怎么就瞅着这个事不放呢 你别以为我怕你 我真的很后悔 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能离开你啊 人言可畏啊 现在这个社会 屁大点的事 也能在网络上发酵 甭管你有多清白多无辜 也能被那些网民淹没在兔母星子里 要我说啊 就是这女人太没眼光了 放着你这么好的一个男人在家里 她都不知道珍惜啊 她们也不打工的 我都不知道珍惜啊 我都不敢看了 你不敢说 我都不敢说 你们不敢说 自己老夫 我都不敢说 你们不 knifens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风影 世上很多事 都没有幸福 幸好我们知道 月宁 这种生意 自己ру动 苗婆 你那边还好吧 我这边不太好 许致离婚了 她现在非常痛 看着她的痛苦 不心如刀 求无能为力 我曾经答应过你 要好好照顾她 可是我没有所谈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们的事情 太多了 满辈子过去了 是可言如名 与你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都不如和鸟带的时间长 你病的时候都没及时发现 真是一个不称职的账目 有你在的时候 没觉得家里会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 要是你现在还在 一定不会是 现在的样子 你要结婚了 这全都是托了大哥的福啊 你老婆还没摆脱离婚英勇 你这儿 这么快就翻篇了 你骗完我 还好意思给我送请柬 你这儿这么快就翻篇了 那我骗你确实不应该 可是我也有苦衷啊 你别忘了 可是许致把我给甩了的 可话又说回来 生活 谁没有短挫折 大哥 我要特别感谢你 因为没有你的帮忙 我是开始不了这一段性生活的 所以我的婚礼 我特别想邀请你去见证 你要到现场 那我得多有面啊 你出门洗脸了吗 洗了 你还洗脸 我还以为你不要脸了 不要脸的我见过 你这么不要脸的 可是让我开了眼 哥 我就全当女士在夸我了 来人 来人 大哥 把这个畜生给我护出去 哥 你别这个 起来 哥 哥 哥 我跟你讲 我婚礼你一定要来参加 你就是我的引路人 就是我的人生导师啊 哥 你别嫁我 你别嫁我 今儿 你别嫁我 你今儿这状态我胜之不果 算了 算了 没意思 不玩了 再来一碗 再来一碗 我已经陪你下午 一下午了 你说你放得挺好的口茶 你说不去就不去了 这个怎么样 闲着了吧 失落了吧 郁闷了吧 后悔了吧 去去去去 哪那么紧张 来 再 再陪我下一步 快快快 我还得回家 接孙子 买菜 还得给我姑爷 做饭 做菜呢 没人下了 你们家姑爷在你们家 盛菜上黄了吧 你别说 我 我那姑爷 就像李末那样事呢 也看不出打折的腿 我就纳闷啊 你家那么轻易地 就饶了李末吗 闺女不让 那雷达呢 雷达是罪魁祸首 应该找那雷达 讨个说法 他是名人咋的 名人自己做错事 也得负责任 这样了 看着我 谁让你们放他进来的 以后这种人 就坚决不能进来 谁再把他放进来 我扣谁工资 听见了没有 这怎么又放进来 有事啊 没事来找你干什么 都给我出去 来 叔叔 请 请坐 我 我给您 七杯好茶 喝茶 我给您 许叔 您找我什么事啊 我要你在网上揭露 李沫的丑恶嘴脸 还我女儿一个清白 叔 您听我说 您让我揭发李沫 咱们得有证据啊 空口无凭 谁信呢 当初你和李沫 诋毁我女儿的时候 要证据了吗 现在害了我女儿 你有责任还她一个公道 我承认 你女儿的事 我的确有责任 当初 我的确没想到 她跟李沫的事这么复杂 可是事情 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你推波主兰 全是你的责任 今天你要是不和我养个态 我就去法院告你诽谤 叔 您别激动 千万别激动 这样 要不您今天先回去 你容我些时间让我想想 给你时间去喝李沫的喜酒吗 跟我这东扯西扯的 原来你跟这个畜生还有联系 叔 情况不是这样 您听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你和李沫就是一丘之鹤 狼狈为奸 把我女儿害得离婚 住院 丢工作 确是你们搞的 我也是啊 我跟你这儿瞎解释什么呀 我今天要为民除害 叔 你怎么都来人呢 叔 叔叔 叔 我今天要来个关门打走 叔叔 别打了 他打坏了怎么办呀 打死了我赔你 打残了我给他治 叔叔 你在这儿 我们报警啊 别别别 报什么警啊 你哪儿跑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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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你出去 我就出来 你想得美 你不出来 我出来可以 叔叔 你得答应我 咱们好说好商量行不行 我跟你没商量 叔 那请柬是李沫刚送过来的 可是我把他哄出去了 我以我的人格发誓 我跟这个畜生 绝不会再有半毛钱关系 谁是你的鬼话呀 行 你小子不出来是吧 你不出来 今天我就不走了 你不出来 今天我就不走了 你不出来 今天我就不走了 我看你小子在里边 能趴多久 你可真是我亲属啊 我想出来了 想出来了 想出来了 不敢 不敢出来了 不敢出来了 我现在对付李沫的办法了 不 到时候 李沫造的灭 我都让他还回来 我要是一开始就知道他有家有老婆 我肯定就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现在我跟你的女儿都被他骗了 现在我跟你的女儿都被他骗了 真是越想越生气 他现在还跟我玩 他现在还玩消失 我打他电话他都不接 原来他是要结婚的 我要是看到他 我一定把他大些八块了 我 我 我 姑娘 我本来挺怨你的 听你这么一说呀 我才知道你也是被骗 不过你放心 为你 为了我女儿 我一定讨回这个功塔 好好修理这个畜生 他咬着牙也不会说对我做了什么的 李沫这个人渣 绝不是省油的灯 我敢断定 他敢勾得妹妹你 就能在外面勾得别的女人 我就不信 背不到李沫这孙子的狐狸椅吧 我就能在外面勾得 reveal 我就要翻腾在外面勾得很一样的 就是这么一样的 我怎么说 我可以在外面勾得更一样的 我的妈妈 你还能在外面勾得更一样的 我可以在外面勾得更一样的 他没有天 یہ 我可不说是不可拍版实 我只会有天我 我只会有天我 我还以为你走了 你吓死我了 张老 什么 哪儿 哪儿是张老 你看你那屋有没有 你那屋 这孩子曾想着把张老 天 好 好 来 亲爱的 你穿这身婚纱真的是太漂亮 这么清楚 说什么呢 这收清野外鸟里叫声的专用工具 怎么使这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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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按 按着这个是吧 按着 按着 看见好像还不错啊 可是 我觉得好像这个部分 还是有一点点紧了 是吗 那可以按照您的需求给您改一下 那周日的婚礼应该还改得及吧 肯定改得及 您跟我到这边哪样像尺寸呗 好啊 这边请 亲爱的 那我去了 亲爱的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 等你 这边请 不行 我实在停不下去 好 我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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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事啊 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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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什么事啊 原来是这个 这是年轻人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款交友软件 尤其是单身男女一般都用这个 俗称约会神器 这是确实用她约会搞得下来的 理论是这样 不过有些不正经的人 拿她来 拿她来 你 拿她干什么 你还非跑个问题 就是拿她来骗五指小姑娘呗 你看看啊 你看 李沫当前再见 封鸣声说明 此刻 她一定和某个女人联系呢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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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沫脸上这种笑 完全是雄性荷尔蒙扩散的表现 我敢断定这孙子 一定会在周日婚礼前 最后疯狂一把 我敢断定这孙子 我敢断定这孙子 你只会跟你们亲户 我也是回到她的 我要带你去个美丽的地方 那儿啊 碧海云天 主要是人烟稀盛 讨厌 来 一会儿就这样去哪儿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 李莫那车玻璃是新贴的名 颜色太深 什么都拍不到 这小店太扣了 也不说开个酒店 酒店开房 那得登记信息 这才帮上赴云 才不想结婚前留下蛛丝麻迹 你这样我们才刚认识 这样不好 我这是情不自禁 你知道吗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你是我这一辈子 唯一的一个女人 真的 那你也太着急了吧 我不着急就来不及了 宝贝 答应我 做我的女人 明天咱们就去领证结婚 我爱死你了 啊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